黄念族老居士 我们最近 费了不少人力无力 把他老人家最后这一次 讲演 经历节要报门谈 整理出来了 我听了几十遍 太好了 这个短短几天 他所说的内容 包括释迦牟尼佛 业生 所说的 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 在中国的宗门教下 全部都在这一次讲演当中 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我们对净土有任何疑问 全部答案都在里头 太难得了 真正是末法时期第一发报 对我们对我们修福 对我们修建筑 帮助太大了 我希望同学们都读 读书千遍起意之间 自建 自建 你就全明白了 完全通达了 完全通达了 大无量寿经 这是我们的根本 师尊 是尊 弥陀 赐予 赐给我们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全心投靠 念老地报门 他 可以说 把我们所有的疑虑 全部 解释清楚了 他真正叫你断意身陷 来佛寺 这个勇斯奇 为我们做正转 海鲜老和尚 海庆老和尚 老德老和尚 再加上 贤工的母亲 在家居私 86岁 自在往生 四个人 给我们做正 十转 千转 做正转 三转法轮 通通居足 我们能说没有佛报吗 你细心想想 佛报比谁都大 我们上一代的人 我们老四类的 没有报关他 这个书没出现 也没有勇斯奇 那不就连这个 汇集本 有一切人知道 不得我 少数 我念过这个文字 念老的注解 没看到 念老注解 晚年出版的 我的老师 离别难老 就是没见到 想想 我们的福报 有多大 这些典籍 稀有难逢 我们全于道流 我们全于道流